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1500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军事专家施孝伟 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 刘萱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制裁战也使得这个 现在欧洲各国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消 因为现在这个日子非常的难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很多不友善的国家 到底有没有用卢布来结账呢 现在这个普清自己亲自出马 现在准备来催账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还没有用卢布来支付 所以让普清亲自出马 就说你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赶紧用卢布来付款 并且减少欧元跟美元的使用 那其实像俄国的央行也是讲说 现在去美元化 其实是我们 这管理外汇风险的政策 他们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现在恐怕要一举推翻 这个美元计价的一个全球市场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说 包含了这个经常账 创下新高 普丁说俄国成功顶住了西方 空前的制裁压力 但是欧盟显然不死心 他还喊说这个俄罗斯你们破产 是迟早的事情 乌克兰终将获胜 那可是我们看看 再对比一下 这边看看俄国的这个反应 目前他们说 现在这个经济上面的反应都不错 可是另一头我们看到了谁 另一头看到了美国 因为像连白宫安全顾问 苏利文他现在都讲说 我们打算不要返还 我们扣押住这些寡头的钱了 到底为什么美国经济出了状况吗 我们来听一下 What about the oligarchs and their yachts and other possessions are you likely to give them back as part of a deal as well or is that off the table and won't they be available for reparations or some type in other words so you can sell those those yachts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現在是不是從蘇利文的話中 也透露出來 現在美國的經濟 真的出了一些狀況嗎 因為其實包含了像是拜登 他都講說 我們現在美國的基礎建設 都要使用美國貨 還有這個我們中央社也有報導 說現在俄乌戰爭打亂的內政 以往拜登都會講說 我們要重建更好的未來 現在他不再提了 而且還有許多的內政 都受到現在這場戰爭影響 所以許多的政策 現在都是擱置在一旁 所以美國恐怕也會成為 這場戰爭當中 無可避免的內政跟外交上面 都受到極大的一個影響 好 我們看完了 俄國跟美國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歐洲的天然氣 其實大家都很需要 大家也不想斷 特別不想斷是哪一個國家 恐怕是烏克蘭 因為根據俄羅斯天然氣的工業公司 他們講說現在通過烏克蘭的天然氣 都還在正常的狀態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說 好像烏克蘭 他自己本身有產天然氣跟石油 所以他應該不需要依賴俄國的這些天然氣石油 可是我們根據這個文獻世界周報 他們最新的一個統計 他們是資料來源是來自 Statista這個統計網站 他有講到說像是烏克蘭的天然氣 他有大概是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蘭 這三條管線 他是先送往了這三個國家之後 回流的方式來使用的 所以等於說他是間接使用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另外他的石油來源也是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這兩個他現在點名就比較不友善的國家 其實佔了超過半數以上 所以他自己現在本身也還是仍舊在使用 來自俄國跟這個白俄羅斯的一些石油 甚至是天然氣都沒有斷 可是為什麼其他歐洲國家 他都一直要別人來斷呢 那所以聯合國的秘書長他講說 現在烏克蘭的危機恐怕會使得全球 大概五分之一的人都陷入了貧困 那像是這邊我們看到的這張照片 那其實是英國的美日郵報 他有根據一個最新的一個統計 他說現在接下來恐怕連吃洋芋片 都會變成一個奢侈品 因為他講說現在歐洲洋芋片 大概基本的起跳價就是漲10% 他說接下來還不知道會漲多少 因為可能牽涉到油 牽涉到這一個食物的材料 恐怕接下來也要吃洋芋片 恐怕人家都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很花得起錢 那再來還有這個西班牙 他現在為了要減少他的這個供電量 流往法國 他卻要來降低對法國的供電 恐怕真的是這個整體的歐洲國家 民生都大亂 那我們看看其實除了這個歐洲整體 本身這個歐洲的人民之外 還有很多的難民問題 現在也有待解決 因為就當拜登講完說 我們要接受10萬難民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烏克蘭的難民 他們願意花3000美元的代價這樣子 跋山涉水的這樣跑去美國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進去美國 他們就待在這個墨西哥的邊境這邊 所以其實看到大批的烏克蘭的難民 滯留在美墨的邊境 但是根據最新的統計 美國3月份僅收了12個人的申請 所以這4月份開始 我有查一下最新數據 大概每天發35張的難民證 可是是發向全球的難民 並不是只發向這個烏克蘭 所以你講出來10萬難民到底配套措施是什麼 拜登並沒有說 那除了拜登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以外 英國怎麼做呢 英國之前也在講說 他們要接收很多的難民 那其實我們看看 他實際上到底接收什麼呢 最新的消息出來 他們說要把一些非法難民送去盧安達 而且是給予他英鎊 什麼1億多英鎊 就說我們這樣子的話 既人倒也有同理心 通通送去盧安達好了 可是前一波其實也被大家提爆說 英國才收了50位的難民 所以美國跟英國的這些人道措施 難道只是在鏡頭前面講講而已嗎 我們先問一下楊教授 4月13號 德國有一個新的民調 德國的這個 德國之聲 他引住一個民調說 德國現在有59%的受訪 德國民眾明確反對德國 之前有一個總統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為了自由可以受一點動 的這個說法 現在有六成反對 然後有57%的人 德國的民眾支持 繼續使用來自於俄羅斯的 購買的能源 還是有六成 因為他現在知道了 不是那麼簡單 為了民主就可以受一點動 然後接下來就不動 然後整個經濟等等之類 看著戰爭就更持續 那更進一步4月16號 英國的美日電訊報 Daily Telegraph 他的這個自己的民調的結果 他說西方對於俄羅斯製的這個 就是說只有導致更高的 就是燃料的價格的調調 這個調查 過去他們說50%的人說 我可以接受這樣子 現在只掉到剩下30%出頭印 也就是說現在只有三成的人說 價格高一點 我可以忍受 那在德國一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各國 從德國到英國 都將近六成以上的人 其實覺得說 你去立即的斷掉 跟俄羅斯之間能源 原油天然氣 是不現實的 已經造成自己的生活上的困難 還記得 法國的第一階段的總統的大選 本來排名第一的馬克宏現任的 跟排名第二的雷鵬差15% 結果我在選前只差5% 現在據說好像差距拉大 不過我覺得這個24號結果 還很難講 絕對不會去重演 過去那樣第二階段 差到60%的這種差別 我覺得他們倆之間是有競爭 就歐洲的民意出來了 戰爭當然反對侵略戰爭 同情烏克蘭 願意去幫助他們 但是你不能犧牲我的生活 我的家庭 我的經濟 甚至我的生存作為代價 這個是政治人物 現在我想也絕對 很明確的感受到 前一陣子匈牙利 塞爾維亞的投票 超過六成都支持 他們兩個比較 就是說反對去 甚至軍事援助 烏克蘭的這樣一個總統 總統跟總理的做法 奧班跟伍奇奇 但是這兩個國家是過去跟 就俄羅斯關係比較密切的 可是你現在看光是這樣子的 在能源上 這就很清楚了 另外在這個難民 還記不記得 WHO世界衛生組織的 他那個秘書長 那個譚秘書長他就說 他說好像你們白人的生命 比我們黑人 他自己是就是埃及人出生的背景 那好像更加的重視 現在正在發生的 伊索皮亞 阿富汗 還有葉門的這些人道危機 然後衛生 疫情都不要講了 他自己WHO更重視的 沒有西方的媒體 在做任何的報導跟關注 還有各位 昨天 前天開始 土耳其跨境到伊拉克去攻打 在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人 跑到伊拉克境內去 他就攻打他 沒有任何國家關注 因為土耳其自己是北約國家 然後他最近跟美國在改善關係 因為他不斷在去 俄乌之間不是做這個斡旋嗎 雖然現在斡旋和談 大概都不太可能在俄乌之間 可是土耳其的重要性就浮現 美國就希望說 在下個月月中的時候 土耳其的外交部長 能夠到華盛頓去 美國的次國務卿 前兩天就在那邊 他就抓到這個時間點 去跨境到伊拉克裡面 去攻打這些恐怖組織 但是庫德族人 庫德族人很可憐 3000萬的人口 是沒有一個國家的 橫跨好幾個國家 不斷的被這些國家 就是說迫害 但是他們也的確確 從事了一些恐怖攻擊的行為 所以很難講 哪一方面是絕對正確 哪一方面是正義 可是利用這個時間點 然後針對庫德族到伊拉克境內去攻打 所以各位 整個現在國際的媒體的這種關注 俄乌戰爭 在西方媒體不斷的告訴你 不斷的在洗禮我們 但是都沒有告訴我們底下真正的一些情況 果然民調出來了 從就是說能源 難民的數字出來了 然後有些國家趁火 怎麼樣去做一些有利於他們這些國家的事情 國際媒體也一樣沒有關注 對 所以其實看到你主要的媒體都會看到說 好像我們要聯合制裁 然後全世界都團結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細翻一下說像是歐洲地方的一些 比方說英國或是德國法國這些地方的一些媒體 你就會發現到非常多不同的聲音 因為他們是直接感受的最深刻的 民眾的生活是直接受到影響的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可是你可能透過CNN或其他的一些西方或是美國的媒體 你是完全聽不到這樣的聲音 就連其實我們不要說這個歐洲有多慘 不要說這個烏克蘭有多慘 不要說這個甚至亞洲地方的國家 現在都受到這個通膨的影響 包含了美國自己也深受其害 對 其實我記得在幾年前 在西方有人發起一個叫做 China Free的那種生活 什麼叫China Free 不是說中國自由 是說你希望你的生活之中 你每一天所過的生活 不要碰到任何一樣大陸製的這種產品 或說跟大陸相關的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他們赫然發現 這根本過不下去 其實也就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來講 它其實整個世界各地這樣一個經濟體 彼此緊密連結 然後互通有無 所以讓經濟制裁嚴格來說 那個越來越困難 其實像這一次我們看到美國 他對俄羅斯發動這麼大一波的 而且聯合美國的一些重要的盟友 對俄羅斯開打的這一場制裁戰 其實是不是會對未來 就是說美元領導這個世界 就是美元制的這樣一個 國際交易的狀態 產生重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你看現在俄羅斯就是說 好 今天你們要制裁我 所以你們又把我趕做sweep的 沒有問題 你們要跟我買石油 對不起 你就拿蘆布來 其實就變成說你結算的東西 就要用蘆布來結算 這東西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背後會感到緊張 反而是美國 為什麼 因為原本美國透過這個sweep的機制 維持一個美元在世界各地 等於說每個國家彼此相互交易 就拿你美元做一個 共同交易的這樣一個基準 現在就變成說這個基準至少被打破了 其實您講到 反而是美國在經濟上的 這樣一個領導地位 美國這個經濟的領導地位 是靠什麼得來 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因為當時整個世界 全球主要這些國家全部捲進戰爭 而且在經濟上都受到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反而是美國帶了這麼多的錢 然後在歐洲搞馬歇的計劃 然後在世界各地協助各個國家步行 因此確立了美國在戰後 它的美金取代了英鎊 然後成為了世界交易的 這樣一個貨幣的主要基準 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我們看到 美國要讓大家來加入 它的這樣一個制裁團隊 但是對不起 因為現在世界已經是一個很扁平的 一個地球村 讓大家彼此間 要能夠透過彼此間來相互互通有無 來維持自己大家的這樣一個 每天的這樣一個生活 譬如說像現在很簡單 你看像歐洲的缺了天然氣 這個缺了天然氣之後 大家的生活就必須要改變 那甚至於馬上你就要面臨 電價要上漲 雖然說我們看到 馬上歐洲的夏天快要來了 可能對俄羅斯的天然氣的需求或依賴 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但對不起如果今年過了之後 夏天過了之後 冬天這場戰爭還沒完美了 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會持續一段時間 雖然之前說 普丁說要在5月9號之前解決這個戰爭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哲倫斯基對於俄羅斯之間 他越來越表達出強硬的態度 也就是要把俄羅斯全部逐出 烏克蘭的土地 外加還有收付克里米亞等等 然後才會作為戰爭這樣一個宗旨 但是大家覺得這樣一個情況現實嗎 如果說今天這個狀況不現實 但是也沒有人對 哲倫斯基然後這樣一個希望能夠 獲得最後勝利的這樣一個意圖 然後說出這個實際上頗難達成的話 這個戰爭就會持續下去 如果這個戰爭持續下去 說真的剛剛主持人你所問的這個問題 的確找大家來共同來制裁等等 似乎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很顯然的 在未來的這樣一個世界中 如果戰爭持續下去 影響到你我的生活 這個時候 你我們生活被影響到了 那大家這個執政黨還有沒有辦法 在原先堅持當作初衷 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對 其實我也滿關注這個難民的問題 因為難民其實你看到 像英國跟美國難道都只是出一張嘴嗎 真的難民都已經花了非常大的代價 來到了這些地方的時候 結果你是聚於門外的 再來你現在把這個全球的通膨 搞成這個樣子 如果難民到了另外的國家去生活 也是要面臨到通膨的問題 他們都已經在逃難了 他們能夠負擔得起這樣子的一個代價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你越看會越明白 這些美國或是英國 他們到底在算計的 是為自己 還是真的是為了這些烏克蘭人 我們來問一下慧文哥 翟軒你講的那麼多國 怎麼都沒有起到我們自己 我們也可以接納烏克蘭的難民 楊老師是日本的專家 兩個禮拜前日本才拍一個專機 但日本也奇怪 專機這麼大怎麼只載20個人 應該載200人 怎麼載20人 可是好歹日本也收容了20名 烏克蘭的難民 我們呢 我們不是挺烏克蘭嗎 我們說沒有這個法不能接 我們可以緊急命令 行政命令都可以 救人如救火 難道說我們捐了9億4千萬 當作贖罪券 然後我們對烏克蘭的責任 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 我要點出來是 蔡總統跟民進黨的偽善 募款一躍所得 蔡總統帶頭捐 賴清德 蘇貞昌跟進 然後大家都捐了錢 然後就 烏克蘭不干我們的事的 剛剛兩位專家講得很清楚 因為都是 主要是歐盟的那些國家 歐洲那些國家 他們的能源 他們的糧食 太依賴俄羅斯 包括烏克蘭 我們隔岸 關我們距離烏克蘭七八千公里 不干我們的事 然後我們就閉上關 就捐了錢 就當作沒有我們事 難民也可以 難民法 民進黨在立法院 隨便修就可以了 我們之前討論難民法 是因為香港的問題 不能提 因為香港是我們的 如果遇到憲法的話 烏克蘭跟我們沒關係 但修難民法 針對烏克蘭的部分 日本收20個 我們也可以收20個 怎麼都沒有人提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基本點說 真的關心烏克蘭 其實我們是在消費烏克蘭 這個閃電站 大家不要再自己騙自己的 之前講的飛彈閃電站 誰講說俄羅斯要在幾天攻下擊斧 沒有人講 那是媒體亂寫 普丁說你們這個經濟制裁 閃電站失敗 我想請問普丁 誰跟你講說西方世界制裁 你是要用閃電站 也沒有 所以大家不要再下拜什麼 閃電站不閃電站 這個是美國的眾議員 這美國眾議院共和黨的領袖 這凱文麥卡錫 他說烏克蘭並未要求美國參戰 然後烏克蘭只希望擁有保護自己的武器 如果我們早一點行動的話 烏克蘭可能永遠不會被入侵 那我很想請問這個 一直不跟我們連線的這個折倫斯基 這是真的嗎 烏克蘭沒有要求美國參戰嗎 這個是美國共和黨 因為眾議院共和黨是少數 你相信這個就是美國的共和黨的 可以說他們的總召 在眾議院他們的總召 講的話 烏克蘭沒有叫我們參戰 這種鬼話你信嗎 所以其實折倫斯基在大概第一天第二天 就已經講說 我是一個人在戰場上 那時候就是呼籲大家一起參戰了 所以美國的話大家聽一聽 我們休息一下廣州馬上回來